誒 紅色 出了 終於出了 喔 好多東西喔 歡迎收看我不可能難聽頻道 今天要玩的是時候 FIFA我要活下去 今天要來抽這個聖誕轉蛋阿 就是新的套裝 台服真的很會玩阿 把這套服裝呢 變成聖誕轉蛋了 因為其實我們原本這一套服裝 他在其他伺服器是已經推出了 然後是不是以聖誕節為主 不過大致上來講 反正就是新的傳奇套裝 那今天來為大家實測一下 到底要花多少轉可以抽的到 好 上一部影片的話呢 有跟大家分享抽新的藍寶菅妮阿 這一台應該是毒藥阿 然後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後呢 我大概知道我應該是歐到了 因為我只有花2000多轉呢 就全出了 然後有些玩家好像有花到 1000轉多就出了 所以也算蠻歐的阿 然後有些玩家有說到 8000多才出阿 所以說這台的Rodge 應該是從1000多轉到8000多轉吧 目前看大家的留言是這樣阿 所以要抽的朋友們呢 要有心理準備阿 好 再來就是要來抽新的東西了 這個等很久阿 這個其他伺服器其實已經出半個月了吧 然後我有看過其他伺服器 已經有玩家在穿了 然後台服就是ㄍ到這個 類似聖誕節的感覺在出了 那我們今天呢 先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接下來就來試一下好不好抽阿 因為他這台有新的拳頭叫雙火之拳阿 其實這個東西他出來的時候應該已經一個月前吧 應該一個月了吧 就是大家都知道說有這個新服裝 然後時時不出 反正就是官方可能要先把復刻的東西出一出吧 然後再來出這個 讓大家花錢可以花的更多 我猜是這樣阿 好 總之我們先看一下蔣植預覽 現在目前呢 有些復刻的東西 你們之前沒有拿到的 我覺得不錯 因為你們可以有機會抽到其他東西 像有這個 迷路的巡禮阿 這個很可愛 短短的迷路會飛 然後你可以一邊移動一邊 使用這個表情動作 再來這邊還有一個什麼聖誕拐彈 拐帳堂 好難念 然後還有白熊好夥伴 這都是以前出過的阿 算是復刻系列在這個地方阿 把多年前的東西呢 拿來再賣一次的概念阿 然後可以看到官方這次呢 放的超多復刻的東西 有些我沒有 不過大致上呢 有一半以上我有啦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這次的東西真的非常多樣化 我覺得比這個 代幣轉戰好啦 代幣轉戰講詞 預覽我覺得官方懶吧 不然就是他們想要 然後讓玩家一直抽到 一樣的東西 看起來有點煩 反正就是代幣轉戰這種 小獎都是一樣的東西 一直重複 這次這個心理轉戰 反而比較值得大家抽 所以我覺得蠻推大家抽的 因為他有每一年的聖誕的東西 全部都出來了 然後希望不要抽到下面的T恤 因為T恤 說實話我覺得T恤很醜 好 總之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不好抽吧 首先 我們當然首抽 要來以下 45鑽 可是這次抽比較貴喔 因為他實價一抽要450 你們可以看這個 藍寶傑尼看起來很法拉利 之後說應該法拉利就聯名了 他這5抽79鑽喔 這個的話是實價一抽450鑽 所以這個還是貴 總之我們先試一抽吧 45鑽會抽到什麼 喔白色的 那應該就T恤了沒錯 然後送獎機率 再看一下好了 中獎機率 含雙青之組合包 0.24 我上一波歐運了 我很怕這一波官方有把機率 調低了 他就是讓玩家就是歐飛歐飛歐飛 我才是這樣調阿 0.24喔 0.24也是不到1%喔 然後雙火之拳 0.29 好吧 都不到1%喔 那我們繼續吧 我就是10加1抽吧 哇這個抽很貴 會不會按下去就中了 有金色 喔 欸有一個沒有的東西 喔我以為中了耶 聖誕蜻蜓組合包 好嗎這套我知道阿 這套很久了 那時候沒有抽到還是沒有抽 因為很綠 喔還有抽到這個 聖槍品人超人 好吧我們再來吧 這套真的很帥是因為他 可以變身 等下我如果抽到的話呢 就跟大家分享 我很怕我破產 昨天歐一波 今天能不能夠繼續歐呢 拜託啦歐一下啦 都重複了 再來 有些服裝有 有些服裝沒有 Lucky's 23 大家大概記下Lucky's阿 這個Lucky's 我覺得保底有可能是240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以前的印象阿 欸換大家留言阿 就是 唉唷 中什麼 中什麼 可惡 雪花女孩 唉 又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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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頭 雪包帽 很好 這好像是個雪人的頭吧 再來吧 10加1 好貴阿 按下去就450 賺了 有個金色的 中獎率到底如何呢 我在等那個留言到時候又有人說一抽出 然後永遠沒有畫面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有個金色的 出了嗎出了嗎 哇 全部都復刻了 這個復刻我覺得對 沒有的玩家很開心 唉唷這台我好像沒有喔 那時候好像沒抽 唉那 這樣子好像還可以 我看一下喔 目前有抽到一些我沒有了 Lucky's是56 好 56我看一下 看來會把這些東西全部抽完了 光方就是 這個是光方的 我們給光方的聖誕節禮物 刻下去的時候 56加11 紫色 好這台 這把超久的 這把應該是最前期V5的時候出的AK 玩了6年阿 我基本上都還記得阿 有些東西可能沒有抽就忘了 因為現在復刻有時候太快了 我就記不太起來了 好再來吧 哇賽 不要抽到破產阿 這個好像感覺不好抽耶 感覺大獎有點難 因為現在獎項太多了 跟大家講一個就是 數學概念阿 獎項越多 中獎機率就是越低阿 因為他有一個比 比例 比如說你今天是1000個獎品 跟10個獎品 那中獎機率就是差很多 喔來來來 金色金色拜託 唉這套我沒有 可以這套蠻辣的 辣妹裝 也是幾年前的東西了 又是這顆 槍比的超人組合 不知道出現幾次 這根本就一直拿FF代幣嘛 FF代幣會爆多耶 哇 這個就是如果你是老玩家 你就會超多的 那個FF代幣 好89喔 Lucky's 我猜保體是240阿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可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抽到240的字了 又是薑餅超人 薑餅超人 薑餅超人到底有多少隻阿 他是 他是什麼聖獸是不是 聖誕節的怪物喔 現在100抽 出了嗎 啊 又是這個 很久的槍 這槍基本上 現在玩家是不會拿的阿 可非是 你是新手 新手的話可以拿阿 因為現在的屬性都已經 進化槍是目前最強勢的阿 金色來了 最平均你花100槍 一把槍也要花3000鑽阿 好一點的塗裝 3000鑽是差不多的 基本入門 11122 我真的再記一下那個 好再11 你好喔 我先回重置吧 等下看有沒有寫他有沒有中獎機率 紀錄應該是沒有 這麼迷路阿 你是金色的 現在是要抽 這是什麼顏色阿 紅色嗎 欸 他是什麼顏色阿 等一下我看一下 他到底是什麼顏色 紅色阿 這種紅色就出了啦 紅色耶 很少看到紅色耶 之前有紅色嗎 金色阿 我要紅色阿 看到紅色的寶石出了 哇很難耶 我剩6000多賺 這感覺是抽不到耶 等一下 144了 Lucky只144了 好我先寫起來 有可能會到保底喔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星星全部亮起來了 他就是越抽那個星星越多阿 就Lucky只旁邊有個星星阿 哇 欸這個要抽的朋友們你們要有心理準備喔 這什麼顏色 喔 好沒有的沒關係 哇賽 這個 這套服裝 因為這套服裝其實他可以變身阿 可是我覺得他原本這個服裝有點醜 不過沒關係 因為拿到變身器比較重要 看一下 他這個應該是 等一下看一下 應該是有變身器吧 應該是有附變身器吧 其實我有一點 欸為什麼沒有寫變身器阿 好嗎 應該是有啦 應該是我變身器吧 好我們繼續吧 現在 三顆星了 有沒有看到幸運值155 155 OK 155 我們 10加1 應該可以抽到240吧 哇 又沒有紅的 完了 會不會抽不到 結束了嗎 好 平底鍋 166 166 好 再來 紅色 紅色 沒有紅的阿 就說了這個遊戲就是歐飛歐飛阿 你上一波歐你下一波可能又要飛了 就是讓你飛 在空中飛 停不下來那種 一直飛飛飛飛 不要飛出去 177 金色又是金色 紅色 哎呀 天阿 好難抽阿 這個很難抽耶 已經花了 呃 好吧 快快要 6000多賺了吧 6000多賺 因為我是11970開始抽阿 所以應該是花了6000多賺左右 6000多賺 不過應該保 應該 我是覺得合理值應該是這套可能在3000吧 30004000阿 所以花6000還沒中 不過又有其他東西阿 如果我說你今天跟 真的是什麼都沒有阿 你真的是賺到了 因為這麼多東西可以抽 一次一年吧 所有其他東西又拿完了 199 199 哎 紅色 出了 出了 200 該不會200是保底吧 終於出了 好 我加一下 199加11 210 210 210有沒有 我剛剛說240嘛 那有可能在200 上下是保底值阿 哇 好帥 這套很帥就變超級賽爾人阿 我大概一個月前就介紹過了 只要有追蹤拿鐵的頻道已經知道 一個月前就介紹 所以你們一定要記得訂閱 因為我只要有新的 情報有些玩家會傳給我 因為我的觀眾很多人都是 在國外府 他們都會傳影片給我看說 欸是新東西幹嘛的 所以你們記得呢 就是一定要訂閱頻道 讓你知道 什麼新玩意阿 喔 好多東西喔 組合包在這邊 打開號全部都有了 哇賽 這個 組合包 我剛才看前面只有五樣東西耶 沒有看到後面的耶 哇 欸那這樣子看其實是蠻爽的喔 你們看 一二三四五六 真的是個大組合包耶 OK 裝備 等一下我看一下這邊 獎池預覽 對啊獎池預覽很奇怪耶 官方這個怎麼只放衣服而已阿 組合包全部的東西還沒有顯示出來耶 這個設計有點 不OK 我就不知道這個誰設計的殭屍阿 欸不過我拳頭還沒出耶 哇賽 拳頭 還沒出 我先算一下好了 一一九七零 我剛剛一直想要抽到套裝 然後一直忘記還有拳頭對東西了 一一九七零減掉 三三七五 八五九五 好先跟大家講 八五九五的話呢 基本上 有機會 你就跟我一樣 呃 運氣跟我差不多的 可能就是差不多八五九五出來 我這邊先寫起來 然後拳頭部分呢 拆開來的 我突然想起來 因為我剛剛一直想要先抽到衣服阿 八五九五 好啦我們再抽抽看吧 我希望可以再 因為現在 麻煩的是Lucky子重製的 你們知道嗎 Lucky子重製就很難 時候再出這個 然後我基本上全部東西都擁有了 這怎樣 就剩這個東西沒有 就剩這個沒出到 八千多鑽把整個獎值輕框了 好啦我們試一下吧 抽到破產 試試看能不能出 出拳頭吧 現在就要賭金色了 然後現在Lucky重製就比較麻煩阿 剛剛如果 阿 因為他是算大獎吧 大獎類會重製阿 等一下我看一下這個算大獎吧 這個應該 應該也算 金色應該這不算最大獎 最大獎就是他 所以他會重製 然後 這個 金色的應該跟他 跟這鞋金色應該差不多同屬性吧 因為還沒有寫 不要看到寫嗎 注意 這是 中獎幾乎不代表 對啊沒有寫阿 不過應該是 紅色才會重製吧 金色應該不會 所以我這樣子 有點慘 好 繼續吧 這邊21阿 因為他重製阿 所以 反正就是剛剛 紅色那套大概200多鑽會出來 大概阿 金色拜託 拳頭 破產前 讓我出個拳頭吧 又是車子 又是可愛小車車 我現在代幣等下應該超多 快破產了 拳頭 以前抽大概三四千鑽阿 套裝你大概其實就三千鑽三下 看歐不歐而已 43 這沒有 紫色就不想看了 快速吧 沒有 我想看那個顏色 那個顏色開起來的時候 其實 抽這個東西真的蠻治癒的 從以前到現在我很喜歡 很享受 阿沒了 我沒錢了 這可能要在雜圈 要三顆星才會出了吧 哇 十加一抽 這個拳頭太難了吧 最難抽竟然是拳頭耶 金色 這一波 最後一 最後拼一波了 Oh No 移入 這樣我拳頭很多了啦 拿雙火之拳應該也可以啦 另外一個拳頭 87 可惡不行我要用這一抽 拼單抽了 單抽也是有可能出的 單抽拼天 拼個高下啦 金色 沒有 單抽拼高下的時候到了 金色 白色 還有嗎 還有兩次機會 金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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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嘞 最後一次機會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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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十 九十二抽出吧 最後一抽金 小鴨子 好吧沒了 沒關係 因為其實 想一想 我拳頭很多了 這個我思考一下 因為 再抽下去不知道花幾轉 可能要再幾千轉才會出吧 不過跟大家講就是在八千多轉啊 兩百一十抽的時候我出的 然後這一套的部分呢 我覺得啦原本這服裝其實 沒有好看啊 這個長的奇怪很像 別的遊戲吧 別的遊戲的那個套裝服裝啊 對啊然後 不過他的特效是做得很好 你們看他這個特效 什麼 就是那個精靈吧 還是惡魔 反正他就從外面 從後面穿出來後 穿到前面去啊 給大家看一下特效 大概這樣 再來 褲子 鞋子 鞋子 這邊是會亮的 會亮就OK啦 表情動作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拿到的 先把 這個換掉好了 這個先卸一下 我們換新的 新的 在哪裡 我常常找不到動作 因為動作真的太多了 在哪裡啊 我覺得官方以後那個 新的應該要放到最上面啊 不然很難找耶 這個 這個是新的 雙人搭彈 對這個應該是新的 然後 這邊 出場動作 出場動作 出場動作有兩個啊 因為我現在是裝 藍寶菅尼這個入場動作 然後他這個我看一下 有點像那個 奇異博士的感覺 穿來穿去的 好吧 現在還是藍寶菅尼好了 再來 最重要是變身器啦 變身器是最酷的 因為 服裝 不帥的話 沒關係 還有變身器可以輔助啊 所以我主要是想拿變身器 再來 翻牆的姿勢有了 酷喔 翻牆的姿勢會變得比較 有一個特效吧 再來這個我看一下 這個我之後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落地姿勢 原本落地 喔 好 反正就是一個落地姿勢 再來是載具 載具的話 這台終於有 最近很多玩家之前就有 我之前好像沒抽到吧 就運氣運氣啦 有時候沒抽到 我就先放棄 反正之後會復刻 官方都這樣 官方說過 只要沒有寫不會復刻的 之後就會復刻 哇 這個再抽下去很怕要抽到200抽欸 如果要200抽那這整套可能要16000喔 16000賺才有幫我全出了 我猜啦 最大保底就是你全部都出 那有可能要到16000賺了 那 再來就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套裝吧 啊拳頭 拳頭的部分呢 因為我 我覺得可以搭另外拳頭 如果你跟我一樣抽不到的話 你拳頭裝 這一個蠻適合的 因為其實之前出很多寒冰的 我喜歡這個啦 無與倫比的力量 這顆超帥的 這顆是我非常喜歡的拳頭 我平常都裝這個啦 這個很帥 因為他打出來會有 雷電加 紅色加藍色嘛 那不是跟這套就一樣了嗎 那 我們這樣想的話 可能就可以省下了 接下來最後當然要去社交道 少帥一下 GO 看一下有多少人抽到 為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多少人抽到我這一套 哇 這套價值八千多磚 看看喔 是我們抽到拳頭啊 欸有人跟我裝同一個拳頭 然後有人抽到這套嗎 欸好像沒有人抽到欸 對 沒有人抽到欸 這樣看起來是沒有的吧 欸這樣擺還蠻帥的 看看 那我先變身一下吧 哇這變身好帥喔 天啊 超級賽亞人欸 哇 氣流 氣流哥啊 感覺是 欸而且他有點低調欸 你們看我跟這個 這個岩石顏色 哇 這套 這件衣服很 對這變身後變得很隱匿欸 真的很隱匿欸 你們看這個顏色 就除了你的氣流是發光以外 其實是 蠻隱匿的 看一下如果這樣趴下來 看得到嗎 我把趴下劍改到很下面 因為我平常不用趴下劍了 我看不到趴下劍 我們蹲下好了 哇 這套是有點隱匿色的欸 因為他顏色是偏很暗色的那種地板色 所以說我們今天 躲在 比如說我躲在這裡好了 敵人不一定看得到我 就可以偷其他了 可以啊 兄弟們 這套我覺得可以 這套可以抽 只是 就看你運氣了啊 我運氣我覺得沒有很好 因為快到保底才出啊 這邊想說迷路喔 好好喔他們都有迷路 我就藍寶傑尼 每個人都抽到迷路 這個可以感覺到大家都抽到迷路 沒有沒有迷路的人都有迷路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服裝 就知道大家去抽了 抽到白熊裝 然後那個套裝 聖誕節的有沒有 大家上次這一些 東西啊 所以 可以看得出來 欸這也是恐龍 我們站在上面 然後叫藍寶傑尼出來 呵呵 叫我很帥 唉唷有認識我欸 竟然還有認識我 好感動喔 太令人感動了 我以為現在YouTube沒有推播 我已經被大家遺忘 啊他有抽到欸 等一下他該不會拳頭都有吧 我看一下 拳頭 欸沒有他好像沒有拳頭欸 他好像沒有拳頭 因為拳頭 我記得是 長另外顏色喔 欸他這哪個拳頭啊 對應該不是這個 應該是不一樣的 哇他頭好大喔 呵呵 頭好大喔 喔喔喔喔 我可以跟他合體喔 我可以跟他合體喔 雙人動作好酷喔 V5之前 我記得好像沒有出什麼 雙人動作欸 你看他可以跟人家 一起做雙人動作欸 哇賽 超酷的 唉唷這個有創新欸 這個有創新欸 跟他一起做這個動作 喔欸欸欸欸 換另外一個人了 Gabify Gabify 大家一起Gabify 哇 欸這個雙人動作真的是很棒 又換一個人 又換一個人了 又換一個人了 好笑 現在到了跟幾個人一起 Gabify一下 全部人都來一下 這叫做 尬五尬起來 給他們更開心 哇這邊人越來越多了 這就是聖誕節欸 我跟他們講聖誕節快樂好了 聖誕節快樂 OK 這套大概上就這樣喔 然後原本的這套 其實我真的覺得他的設計 比較不像V5的風格 不過大上也是可以啦 他變身真的超帥的 好啦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們的新的套裝好不好抽啊 希望可以給你一些 建議啦 給你一些參考 那也歡迎大家留言 就是你們花了多少 抽到這個 新的服裝 或者是有沒有抽到都可以留言啊 然後拳頭 有抽到也要記得留言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哪天的影片 可不太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同時鈴鐺 後面就分享這遊戲公開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還有minecraft頻道 然後最近有玩流 還有新的槍戰手遊 如果喜歡看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暗區圖 Arminecraft Breakout 在我頻道都有攻略 跟新手教學喔 大家可以記得看 那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